高级脸掺水 张子怡神秘出入医美诊所被曝威症 身处娱乐圈,女明星们一向对自己很严格 三不五时拍个黄瓜拉个皮尔已是长事 被公认电影圈高级脸的张子怡最近 在接受采访时说发现自己眼角有皱纹了 因为我也不折腾,不打针什么的 这么任性,可以说是娱乐圈里一股强劲的清流了 虽然子怡姐姐自己说眼角有皱纹了 但是最近在高校宣传片中梳着麻花扁扮演青春少女 摄影师觉得看起来毫无违和感吗 霸特,鼓语又云,话说太满,亦被打脸 天真的摄影师并没有预知到自己即将被高能打脸 近日张子怡现身街头,穿着打扮一改平日的高调 从车上下来直接走进一家店面 前台服务员看到张子怡马上笑脸向盈 一副见到舒克的样子 看来子怡姐姐应该没少来了 回头细看,店门口赫然写着某位整形美容机构的名字 张娘娘来这里干吗 摄影师坦特等了两个多小时之后 子怡姐姐出来了,帽子压得很低 手把衣领捂在脸上 只给眼睛留了一条缝 低着头快步从店里走出来 一副完全不想被别人看到的样子 与平时自信报表的张娘娘完全不一样 随后有部剧名人士透露张娘娘当天失去打针了 听闻次消息的摄影师只想对自己说 足够好 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们 数字队 这些大jud形连组 好了 我们下红眼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 blir经厂 那不是恐怖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